从财阀陪酒女逆袭为韩国第一夫人 年过半百依旧风韵犹存 成功迷倒美国总统老拜登 明明顶着一张与世无争的初恋脸 却凭借着自己的手段和野心将丈夫推上总统宝座 让尹锡悦对她言听计从 她就是被誉为世界最美第一夫人的金剑西 那么 她究竟是如何做到凭借换脸术逆天改命的呢 2022年5月 拜登访问韩国 尹锡悦亲自带着夫人金剑西接见拜登 仅一言 拜登就被金剑西的魅力所折服 多次夸其beautiful 在之后的晚宴上又多次表示 尹锡悦好福气 娶到了如此漂亮的老婆 言语中不乏羡慕嫉妒 而尹锡悦这个傻白甜听到夸赞 高薪的嘴都快裂到耳后跟去了 就在这次会面不久后 金剑西又因为和拜登的合照火遍了全球 当时金剑西跟随尹锡悦出席柬埔寨的东盟会议 这次拜登不再遮掩自己的小心思 直接拉着金剑西来了张情侣照 不对 是合照 只见照片中 拜登双手插兜 笑容灿烂 而金剑西则亲热地挽着拜登的胳膊 手指都将拜登的衬衣抓出了褶皱 而尹锡悦在一旁明显就有些碍眼了 这两张照片在灯上热搜后 更是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抨击 认为他们举止过于轻挑 没有分寸 而这或许也是其他国家夫人对他有看法的所在 除了美貌 金剑西在穿搭上更是下足了功夫 2023年4月 拜登夫妇在美国白宫举办了隆重的晚宴 金剑西一袭脱尾白裙的亮相更是稀俗了眼球 整个人都是典雅精力 直接艳压了穿着藕合色真丝长裙的拜登夫人吉尔 曾经在英国女王去世时 出席葬礼的金剑西纸 身着简单的黑色套装 没有任何视频装点 就这样登上了英国报纸 还被外媒称为与众不同的亚洲面孔 而金剑西这张素颜都能与明星海报有得一笔的硅胶脸 确实花费了十亿韩元才整出来的科技与狠活 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五百多万元 但在韩国这个追求美的国家 整容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而金剑西最大的黑料还是她造假学历和贿赂记者 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到底有多假 脸是整的 学历是编的 就连精力也是虚构的 不过就这样一个女人 却将总统老公制的服服贴贴 一开始 金剑西并没有看上这个大自己十二岁的尹西悦 在她眼中 尹西悦这个大叔不仅没钱 还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检察官 而反观金剑西一出生就是酒店老板的女儿 更是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 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公司 一跃从富家女转型成了女强人 可金剑西母女二人最想要的 还是挤进真正的上流社会 而婚姻则是最稳妥的跳板 于是 老母亲特意找人算了二人的姻缘 大师表示 这二人一个是天生的光棍 一个是注定的寡妇 简直就是绝配 并且还表示 嫁给尹西悦能够兴望他们家族 没办法 金剑西只能在母亲的坚持下 嫁给了这个油腻大叔 2012年 金剑西带着足足70亿韩元的嫁妆 下嫁给当时身价只有2000万韩元的尹西悦 一个40岁 一个52岁 却都是头昏 不管阴和结缘 婚后的二人却是婚姻幸福 在大男子主义盛情的韩国 尹西悦居然心甘情愿地每天给金剑西做饭 不想生孩子就丁克养几只猫几条狗 果然听老婆话的男人有福气 在金剑西的帮助下 尹西悦的仕途更是青云直上 结婚那一年 尹西悦就升任了首尔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的部长 接手了不少的大案子 像朴槿惠 崔顺时 李在荣进入监狱 其中都少不了尹西悦团队的功劳 一时之间 尹西悦名声大噪 更是荣获了国民检察官的美誉 也是凭借着这股东风 2021年 尹西悦开始竞选韩国总统 而金剑西更是放下了手头的生意 开始全力助选 并且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帮助丈夫疏通关系 而尹西悦也凭借着妻子的超能力和老美的支持 成功荣登总统的宝座 在尹西悦的就任仪式上 金剑西仅用一个人工造出来的初恋脸 就抢走了尹西悦的所有风头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如此有心机手段的金剑西 却也差点将尹西悦的总统位子坑没了 一个黑料缠身的韩国女人 套着整容换脸 竟把自己的丈夫送上了总统的宝座 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 究竟是如何凭借换脸术逆挺改命的 在尹西悦上任之处 金剑西就气场全开 硬生生将总统衬托得像个上了年纪的保镖 更是一个眼神杀过去 吓得尹西悦在喝酒时只赶抿上一小口 将国事访问变成了自己的时装秀 金剑西可谓是成功实现了 自己韩国第一夫人的梦想 然而 尹西悦当上总统还没有几个月 她的支持率就突然暴跌 在韩国如此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为了查出黑料 政敌们可谓是将尹西悦的亲戚朋友们 扒了个底朝天 金剑西自然是政敌的首选 很快 一份名为尹西悦的X档案 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其中 不仅指出金剑西曾经化名为 朱丽在首尔江南娱乐场 当作公关女郎 套着给财阀陪酒上位 更是还学术造假 仅是硕士论文就有60%的内容是抄袭的 在应聘大学教授时 提交的资料中更是有20处是学历造假 眼看谣言已经闹到了满城风雨的地步 金剑西先是站出来否定了女公关的虚假消息 随后在造假上表示 自己只是想要简历好看点 但对于论文造假却是只字不提 一时之间 韩国网友纷纷指责金剑西太丢脸 可这还没有结束 不久后 金剑西的黑料再次被爆出 竟然为了帮尹熙悦助选 曾经直接贿赂记者 声称只要尹熙悦竞选总统成功 就给记者一亿含援 而金剑西也只能再次出来公开道歉 还声称自己根本不关系丈夫的选举情况 这简直就是掩耳盗铃 可即便是丑闻缠身 金剑西依旧让自己老公在总统宝座上 做得稳稳的 可见资本的运作真的是妙不可言 现如今 夫人二人还是时不时秀一下恩爱 尤其是尹熙悦的七管炎 以及金剑西的不老神炎 居然为他们加了不少分 而我们也期待 这位新的韩国夫人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有意思的故事